Odia Jungle 沿海各地抗击倭寇,在十多年的时间里,经历了八十余场大小战役,终于扫平了倭寇之患,被誉为民族英雄,如今,在位于蓬莱城府前街,中段东侧有名崇祯八年,为包扬七纪光所建的七世祠堂,过堂内陈列品有战刀、著作,以及七纪光率领的七家军穿过的战靴,实用了光饼,其中,光饼深受老百姓的喜爱, 咋一听这个名字,是不是感觉很奇怪,这个饼和七纪光有什么关系呢?下面就听浩克军慢慢说,话说,抗窝英雄七纪光率军入敏追尖倭寇,不想连日阴雨,军中不能举躁,七纪光便下令考制一种最简单的小饼,用麻绳串起挂在将士身上充当杆梁,大大方便了作战尖敌,后来,这小饼流入民间,不但普遍实用, 而且还成为祭祭神灵祖先必备的贡品,后人感念七宫,便把这种小饼叫做祭光饼,光饼为童心圆形,代表着长辈吉祥的祝福,试图平顺圆满,童心抱国圆明阳,作为蓬莱食品行业的老字号,烟台大发食品有限公司, 在2017年初,借着全市双招双引的东风,与广州密诺达食品有限公司合作,推出包装精美,口类极佳的七纪光饼系列产品,产品分四种包装,灯州光饼为杂, 两口味,行军饼为抹茶口味,庆功饼为南瓜口味,玉次庆功饼杂紧,灯州光饼行军饼庆功饼,为了将数百年前的光饼,原汁原味的呈现给消费者,烟台大发食品有限公司, 先后多次到七将军行军打仗的地方,了解到当地风俗,从七将军后人那里,了解生平事迹,将光饼文化推广,并融入到食品当中,同时,师从福建知名民族专家方饼贵,不忘初心继续了解七纪光光饼文化。 2017年,公司协新作《奇迹光产品》,出现在第15届山东圣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上,从前余份的参展作品中脱颖而出,荣获银奖,来源,圣旅游商品开发服务中心。